他的发明有一个乡 我一下记不记不起来了 所以四川由同修到杭州来看保之公 保之公就问他 你们四川的乡贵贱如活 就是四川的乡 这个价钱怎么样 他的回答是 我们四川的乡很贵 很便宜 不贵很贵 他就说了一句 既然那么样贵就可以走了 别人听不懂这话 这个 这些人回到四川之后 见到那个叫乡 什么乡 名号上有个乡 我一下想不起来 这个老花人就问他 你们见到保之公 保之公给你们说什么 保之公问我们四川的乡贵贱如何 他说你们怎么答的 我们的乡很贵 他怎么说的 贵就可以走了 这后人笑笑点点头 过几天他就往生了 那这是没有话言嘛 可是他往生的时候 他开了个往生大会 非常难得 老和尚那一天呢 是大开杀戒 这个鸡鱼鸭鸭肉 这是很多 请了很多很多的信徒 大家都来吃 吃完之后 他表演了一道 他到放生池里面 全部吐出来 吐出来全是活的 感动了很多人 然后的时候 他就 他也没有生病 欲知实至 实现往生 然后人家才知道 他是高僧 才知道这是个 非常了不起的法师 我们高僧传里有 神僧传里头也有 表演这招 保志工之道 教他什么 用这种方式 度化众生 让一切大众的时候 从此以后 接杀放生 你看人家吃的 人家是能吐得出来 你吃怎么样 你吃的水 吐不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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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